今天來和網友贊助的 麗頓琥珀紅茶和黑松大麥紅茶 兩款產品都是黑松製造 營養標示的數據一模一樣 但琥珀紅茶的成分多了紅茶粉 於是今天就交替喝來比較味道 首先兩款都是麥香紅茶那種風味 味道幾乎一樣 但隱約覺得黑松自家產品大麥紅茶好像有濃一點 不確定是不是味覺誤差 原料多了紅茶粉的麗頓反而沒更濃 總之這兩款也是那種我覺得盲測會分不出來的產品 所以基本可以視為相同 如果你喜歡喝麥香紅茶的話 那這兩款也可以嘗試 下方有我喝三種麥香的紅茶系列飲料心得也可以去看看 大家掰掰啦